大家好 我是新材整形外科診所的邱大瑞醫師 你是不是經常被誤會偷打瞌睡 用心打扮畫了眼線 卻沒有一個人發現 以上這些都是眼皮困擾的日常 但你知道你自己的眼皮出了什麼問題嗎? 不只是單眼皮 即使先天又有雙眼皮的人 也有可能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先天上眼皮眼窩脂肪過多 或者是後天眼皮下垂 造成視覺上的眼皮過腫 有的甚至會下垂遮蓋雙眼皮的折線 看起來好像剛哭過 或總是睡不飽的浮腫樣貌 也就是大家常說的泡泡眼或是泡泡眼 這時許多人都以為 只要做個雙眼皮手術 就可以解決眼睛拋腫的問題 但是是錯的 其實脂肪過多 應該藉由上眼皮手術 將多餘的眼皮脂肪取出 才能有效改善雙眼皮拋腫的問題 一般來說可以分為 全切式或微創小切口等方式 可以維持原有雙眼皮的折痕 不需要一併做大幅度的更動 接下來是亞洲人普遍擁有的現象 就是蒙古折了 簡單來說蒙古折就是上下眼皮交會處 有一塊糊狀的皮膚 在眼頭的地方 這塊皮膚呢遮住了眼球 有時候還會看起來像有鬥雞眼 或眼睛很短的感覺 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明明有雙眼皮 卻因為蒙古折而被歸類為小眼一組 又稱為封閉式的雙眼皮 利用開眼頭手術 可以將眼頭多餘的上皮組織切除 不僅可以調整眼型 使眼睛視覺看起來更大 還可以改善眼距過寬的問題 這裡指的是單眼皮 內霜 雙眼皮折痕寬度不一 或者是折痕過多等問題 那也是多數人選擇進行雙眼皮手術的主要原因之一 修正眼皮折痕是讓眼睛變大最直接的手術方法 有割雙眼皮、縫雙眼皮等各種方法 全屬於雙眼皮手術的一種 在接受雙眼皮手術之前 除了醫師個人的專業 與美感非常重要之外 記得術前一定要跟醫生做好好的溝通 除了眼睛本身的條件之外 其實還要看臉部其他的結構來決定手術的方式 比如臉骨的結構 眉毛的高低 眼球的位置 以及額頭皮膚的鬆弛程度等等 因此有一些人還要同時合併前額拉皮的手術 綜合前面所說的 你還認為小眼睛卻是因為沒有雙眼皮的關係嗎? 在手術之前一定要透過醫生詳細的評估 而不是盲目的旨意要做雙眼皮手術 了解自身的條件絕對是獲得 靈活雙眼之前最重要的一步了 我是邱大瑞醫師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